中继棒球场附近新开草午餐 还结合了日韩精品服饰 店面看起来小巧 后面可是有好多空间 有四人六到八人包厢的半开放空间 朋友聚餐还蛮适合的 吃完再顺便逛逛老板娘的精品服饰 这天要不是下雨 还可以到后方的小花园逛逛耶 格局很长的老房子 改造的很舒服 谢谢好友的情报哦 果树咖啡地址 台中市北屯区昌平路2段127号电话 0424221109营业时间 7点30分到17点果树咖啡FB 请按此 四人空间 六人空间的包厢 再过来就是精品服饰 老板娘在忙 我就没进去逛了 果树咖啡菜单早午餐 供应时间为7点30分到14点 先来一张食物集合照 Tilda 左果汁又冰咖啡 照烧鸡肉三明治200美元一旁附上沙拉 沙拉酱有和风险末酱 凯撒酱和宁王奶油酱可以选择 饮料有冰热咖啡果汁和牛奶的选择 三明治的份量可以饱足 整体搭配起来口味上有协调 果树烟熏鲑鱼沙拉220美元一碗 满满的新鲜生菜 小番茄 水煮蛋 葡萄干 玉米笋 凤梨和小黄瓜切片等等 烟熏鲑鱼部分偏咸一点 一片适合搭配一大口生菜来吃 吐司有嚼劲 稍微冷掉也不会干柴 好友零食过来台中 我们就跑来新店尝鲜看看 吃完再去附近的Overture 续取散策65吃甜点 很近也很顺 Otilla 蓝色起是IGBLU 119CHESC 台中西区早饭汉堡 Zalban Burger 早饭早餐 推出素食新风格 台中美术馆商圈 美食推荐 台中西区Home Home 台中人气早午餐店 HoYo和Aiyo 推出新品牌 以家为主题 般的舒适 松饼桌边 现间服务 餐前招待热鸡汤 台中西区老陈 咖啡美术馆 商圈 白色洋房 庭院老宅 来推荐早午餐 汉堡三明治 小巧可爱 价位看个人接受度 台中西区幸福厨房 早午餐内 卸满到爆出来的 打抛猪和粉 锅碟也来一份 超宝超满足 净审计新村